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 听众朋友 欢迎您在休息过后 继续回到今天的 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们的节目 在每个星期六 下午的一点到两点 在空中陪伴大家 跟大家介绍 关于新住民的 一些相关的大小事 那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 要带大家来 认识越南这个国家 主题是文化旅游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 就是来自于越南的 新住民姐妹 来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再次 欢迎今天的来宾 范玉环璋 欢迎环璋 大家好 我叫范玉环璋 来自越南 是 那我们下一段呢 已经请环璋 介绍了这个 特别的 独特的私房景点 就是富国岛 在南越这边 那因为南越 有这个最大的城市 胡志明市 那大家回到 这个胡志明这边呢 可以到哪里 在安排行程去旅游呢 我们接下来 再请环璋 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在 胡志明 观光 还是旅游的话 其实 胡志明很多地方 可以走 然后可以享受到 那个像 胡志明 粉红教堂啊 然后 总统府啊 然后像那个 战争 那个遗迹 遗迹的博物馆 博物馆 如果喜欢看一些 历史建筑的话 也很推荐 对 然后最近有比方 红的世界有粉红教堂啊 然后 在那边 大家可以 尝试一下 像在西宫的河边 西宫河边 可以坐船 然后看那个黄昏啊 很浪漫 这个推荐给情侣 然后在那边 可以在床上用餐 在床上用餐 就是 就是床会一直走 有让怡萱 然后在西贡这边 对 西贡河 很浪漫 这个推荐给大家 想要去哪里 蜜月旅行 然后还有情侣 对 在那边也是很多 然后最近会有那个 那个金融塔 是刚盖的 金融塔 对 也是 因为胡志明 算一个竞技的城市 对 所以很多外国人 会来 然后会有一些 工程会 然后除了之外 还有 你看就是那个 邮局 然后粉红教堂 中丰富 很多都是 法国的建筑 对 因为你刚刚讲到了 很多外国人 其实包括像越南 它的历史就是 曾经被 法国来统治过 是法国殖民地 所以刚刚 环战有讲到 很多的教堂 这种 关于宗教的建筑 其实也是 法国统治 那时候留下来的遗迹 对 所以大家想要感受 异国文化 我们可能现在暂时 没有那么多钱 飞法国 我们先飞越南 看一看 是 对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我也有在 旅游节目上面看到过 我也很想去 就是咖啡公寓 是 在那边很多 总就是说 每一间 那是像一个公寓 对 可是在里面的 每一间咖啡厅 都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特色 对 网美咖啡 现在很流行 大家拍网美照 进去之后要选择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你有带朋友进去过 朋友进去 可是游戏啊 地方不适合小朋友的 因为请你的约会 所以在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小朋友可能 吵吵闹闹的 对 打坏了那个气氛 对 所以大家 去之前 可能先做个功课 对 你也没办法说 每一间都去 因为时间有限 你可能就找几个重点 对 因为咖啡公寓还蛮大的 蛮大的 对 每一间都有不一样的 而且越南咖啡也是 比较特别 对 很有名 因为在一般的 越南每一个地方 就是有咖啡厅 因为咖啡厅会有 很特色 就是在室内 就是有吹冷气的 也有在室外 在书下的 就是这样子 可以感受大自然的风景的 对 那接下来既然讲到咖啡 我们最后就要请这个 环栅来介绍一些各式各样的越南美食 对 越南咖啡 如果你喜欢咖啡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嘛 那 越南也有各种不同的饮食习惯跟风味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 环栅来自于南越 南越的口味跟北越的口味有不一样吗 有不一样 对 因为 南越比较偏甜 比较偏甜 对 好像 但我有注意好像 我们台湾南越也是变甜的对吗 会吗 台湾哦 南部吧 你知道台湾 中南部地区 像台南高雄 对 那我们苗栗的话可能就 比较重咸 重咸的 北越也是 有些地方就是 之前会重咸的啦 可是它还是比较大 没有南越口味那么重 因为南越比较偏甜的嘛 偏甜的 对 所以你吃起来会感觉 所以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食物 像我们很常吃到这个河粉 北越跟南越口味就不一样吗 就不一样了 对 因为 就是说 从南越 是河粉 会有配青菜 豆芽菜 什么之类的 可是在北越 对 北越的口味也是不一样 对 也是配菜不一样 对 像越南的河粉 来到台湾也变不一样 对啊 一定会有台湾 我觉得所有国外的美食 你只要到了当地 尤其来到我们台湾 就会有我们自己台湾口味 是 所以一定会有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还是要 要吃到道地的越南河粉 一定要去越南走一走啊 对 那像你也有蛮特别的经验 你有带朋友去 然后他三餐都要吃河粉啊 我觉得那天很苦不怕 我们住在饭店 然后早上会有自助餐嘛 吃自助餐 他就吃三碗河粉了 那个女生他很会吃 对 你这样出卖朋友好吗 没有讲名字 没有讲名字 对 他早上就吃三碗河粉 然后中午 出去出去 我想说 还是我们吃不一样的东西 你这样子可以尝试到不一样的口味嘛 他说他还是要吃河粉 他说我要吃河粉啊 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在饭店 他又吃河粉啊 这么好吃 就三天都在饭店 每天早上都吃河粉 然后出去之后 晚上又吃河粉 我觉得你去越南搭配去过来 只是为了吃河粉 为了吃河粉 其实越南的河粉只有两种口味 就是牛肉河粉跟鸡肉河粉 那台湾做那么多 不能讲其他口味 是特别的口味 就是不是道地的 就是让适合台湾人的口味吧 所以我们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道地的越南河粉 它只有牛肉跟鸡肉 两种口味的 这个是 好了大家还是一定要吃一下啦 因为如果没有去过越南 像我没有去过 我如果去的话 我一定还是会点点 道地的河粉来吃 然后还有个大家比较常听到 我们刚刚讲咖啡嘛 法国面包 对 也是因为殖民的关系 然后留下了这个美食 那法国面包 你有没有比较推荐的 在越南吗 其实在越南的 法国面包就是 我个人是觉得 在胡志明的法国面包比较好吃 不是因为你是南越人 是不是 是 对对 我是觉得 胡志明的法国面包比较好吃啦 因为 法国面包也是有便宜的啊 大概一万月份啊 一万月份大概15块 台币 也有50块台币的 所以他们的这样子 这个价差蛮大的 蛮大的 就是路边的 可以比较便宜 我们一般都可以吃 可是如果想吃 因为口味不一样嘛 同伴美食 然后一起去比较特色 比较多人买的 可以比较 可能会到50块台币 对 可能一些餐厅的啦 那在最后来推荐一些 比较凉爽的食物给大家 那除了除了我们场地要合粉啊 咖啡 法国面包之外 还有一些很特色的食物 对 大家都知道在这边会有那个 沙拉春泉嘛 或者圣春泉 都是一样 那总是因为哈 里面有青菜啊 然后一般的我们里面的青菜啊 然后米鲜嘛 然后还有虾子 还是猪肉 里面都没有调味 里面都没有调味 我知道要沾你们的调味 对 那是我们 调味料才是精华 鱼露啦 那可就说 越南人没有鱼露 就像台湾人没有酱油的一样 对 一定要有鱼露 所以很重要 它是调味的灵魂 对 对对就这样 然后要沾那个 所以哈 那个调味的鱼露 也是有调过啊 有放酸头啊 然后柠檬啊 一下糖啊 然后一下辣椒 就这样子 就是感觉很清爽 公体力形容 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这个也是大家不要错过的 越南生春卷 然后要尝试一下 他们的调味料 真的是非常丰富 对啊 其实讲到 因为实际的关系啦 我们今天 想要再跟大家做介绍一些 可能就是只能重点式的 来介绍给大家了 环珍今天的准备内容 真的是蛮丰富的 那就是希望大家到越南市 用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情 去旅行 这样子 那环珍也很推荐大家 可以安排这样自由行的行程 是 好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 也要邀请大家来到我们 城市广播网的网站 玩星星相惜 空中擂台赛 这个网路游戏 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喔 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谢谢 来自于越南的南粤的 范玉环珍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环珍 谢谢大家 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们下次见